嘿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科棠 本来我们致力于分享麦克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当你的旧麦克准备送人或者转麦的时候 你需要备份当前的数据并且清空所有的资料 如何安全地删除数据并且把系统恢复到初始设置 就是必须掌握的步骤了 首先是备份数据 最推荐的方法当然是使用时间机器的Time Machine 把移动硬盘接入到麦克 时间机器会非常热情地询问你 是否需要把移动硬盘的一部分贡献出来制作备份 一般我不建议你在这就接受它的邀请 因为作为时间机器备份的盘幅会清空所有内容 你需要先规划好备份磁盘的分区大小 在系统偏好设置里面打开时间机器 还是先不要着急选择备份磁盘 点击右下角的选项 它能估算出完整的备份容量大小 这个备份和手机备份文件不一样 是基本上没有压缩的 如果你有些文件不需要备份 可以点击这里的加号 把这些文件排除在时间机器的备份范围之外 减少备份的时间 同时也能减少备份磁盘的存储空间 设置好对应的磁盘空间后 点击这个选择备份磁盘 找到指定的磁盘就可以开始备份了 当你设置新Mac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时间机器 恢复你备份的资料 如果你不再使用Mac了 可以手动保存需要的文档 还可以把照片图库里的资料导出为照片 在磨掉Mac之前 我们还需要退出一些账号 比如退出iCloud账号 点开iTunes 取消对这台电脑的授权 如果有第三方授权软件 也需要取消在这台电脑的激活状态 如果你电脑是SSD固态一排 希望电脑的数据抹掉以后 完全不可以通过基础手段恢复 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保险箱的功能 这个功能第一次打开 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加密 请预留好时间 好了 说了那么多 终于来到抹掉磁盘的操作 先点击重新启动 然后在启动的时候 按住command加r 会出现引导的画面 进入MacOS使用工具 选择磁盘工具 接下来的一步挺特别的 很多人都不清楚 首先点击这个查看 显示所有设备 这里会显示两个或三个磁盘 从上到下分别是磁盘 容器和棕卷 如果不点击显示 只会显示棕卷 而一般来说 选择最上面的磁盘 才算是完全磨掉 点击磨掉 名称随便填写 格式选择APFS 或者MacOS扩展日志时都可以 方案选择GUID分区图 这里面需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选择的是APFS 在磨掉磁盘之后 可能会出现额外的分区和磁盘 这个时候只要退出磁盘工具 再进入就恢复正常显示了 就这样完成了整个硬盘的磨掉工作 如果你使用的是机械硬盘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安全性选项 可以选择磨掉的四处来覆盖数据 更彻底的清除磁盘数据 我这台机器使用的是SSE固态硬盘 没有这个选项 普通的抹除就已经比较安全了 特别是在开启了文件保险箱之后 现在返回使用工具 联网并重新选择安装MacOS 电脑会自动从苹果服务系下载系统 只需要简单的点击和等待即可 在系统安装好以后 如果你打算送人 按下Command加Q就可以关闭Mac 继续操作的话 就可以找到时间机器来恢复 或者设置为一个新的Mac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到你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哦 谢谢